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薛时间 又到了礼拜三我们的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那今天的话题是非常非常的贴近大家的日常生活 那就是一般人真的是很容易不管什么原因 我们待会就会聊到各式各样的原因 不过现代人当然最主要的话可能是滑手机啦 看电脑啦等等等 所以你会觉得肩颈酸痛 然后你容易落枕 然后的话我的气质现在在扭他的脖子 就每一个人呢就是总是哪里觉得 什么五十肩啦 什么碗隧道关节炎啦 什么这个什么高尔夫球肘啊 然后什么妈妈手啊 什么板机指啊 所以总而言之各式各样的呢 在关节这个当中 或者说一些跟颈椎有关的部分 事实上是不是一种颈椎病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话题就是颈椎全书 所以我们在我手上拿了这本书啊 这个是由林宋凯医师啊 他缩写的 那林宋凯医师的话呢 他是呃 兼具有啊 这个运动医学还有呢 附健啊 这两个的专科医师 但我刚看了他的经历啊 这最耀眼的啊 呃 其实是 其实是奥运国家队的队医 但是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 最近很夯 讲到这个的话呢 一定很多人都哇 好 瞪大眼睛超级羡慕他的 他是呢 乐天桃园职棒职棒队的啊 这个队医的总召集人 所以 嗯 我应该先介绍林医师啊 林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蓝轩好 大家好 真的哎 那所以拉拉队也属于你的队医的范围吗 嗯 照理说不是 但是他们总会扭到脚啊 拉到伤到腰啊 所以呢 他们偶尔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啊 真的吗 所以这是小小的一点福利 favor是不是 哈哈哈 真的所以你见过林医师吗 李多慧 我还没还没 被我学弟抢走了啊 所以当总召集人不太好 而且小小的对异 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些对不对 对对对对 OK 好 好所以呢 很有意思啊 不过这也代表就是说 呃 其实有关于所谓的颈椎病啦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对不对 呃不要讲说要运动员才会拉伤 拉拉队员也会拉伤 那不用讲说我们一般大众啊 真的呃动不动 这方面真的就是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疾病 我看这本书一开始就讲到说 呃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颈椎病的高危险群 所以我们先讲讲好了 呃什么是颈椎病 那现在有多严重 好颈椎病就是泛指跟我们脖子相关 颈椎相关的一些构造上面出的问题 那颈椎上面我们人有七个颈椎 颈椎 颈椎骨头跟骨头中间呢 还有所谓的椎间盘 然后神经呢就走在这个椎间盘跟骨头的后面 所以呢举盘骨头的问题 软骨椎间盘的问题 神经的问题 这个神经还有脊髓哦 还有周边的神经哦 然后还有我们外面的这些肌肉啊筋膜啊 这些韧带 就整圈这样子所照顾到的这个 就泛指是我们的颈椎 颈椎会影响的 不只是除了一些神经压迫的问题 甚至一些头痛啊 头晕啊 胸闷啊 晚上睡不好啊 消化道的问题啊 一些交感神经失调的症状 这些呢 都可能跟我们的颈椎有关 对啊 所以讲到底你会发现 我们刚才一开始 我讲了那么多的一些病症 跟这个林医师在这个书里面列举到的 我们待会会来聊一些比较常见的啊 这些所谓的颈椎病 但事实上正常发生在颈椎的 就颈部 你想象中颈部的 其实很少耶 你说手 对 我什么碗碎道关节炎 有些手啊 那可能是因为这边的关系 你说手走 那应该是这边的关系 那怎么会跟颈椎有关系呢 好 对不对啊 我们就从因果来想好了 这些 这里的疼痛 或是这里的疼痛 这是结果 它其实是受害者 那会这里痛 比如说以手腕痛好了 我们常常手腕 觉得是这样 你妈妈手是炒菜啊 对不对 本机只是滑手机啊 我们觉得是这样子 但你看一样是炒菜啊 为什么有些人会 有些人不会呢 如果我炒菜的姿势 好 我这如果 比如说我炒菜的时候 身体靠近身体 嗯 手肘这样子 我这样子炒 跟这样子炒 是不一样的 哦 你说离 离锅子远一点跟近一点 身体对 身体离锅子远一点 我要这样子做 嗯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当然 他会这样做一定是他的习惯 对 但是不正确的姿势 可能就他手比较长 没有开玩笑的 或是他的妈妈是这样炒菜 所以他就觉得 他就学的说 哎他就是这样子炒菜是对的 但是他的妈妈可能不会有事 但是他因为 他的肩可能比较矮 或者是他的脖子 那脖子本来就不太好了 嗯 所以妈妈是这样炒菜哦 但是他是这样子炒菜 这样的炒菜跟这样炒菜 其实对手跟手腕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 大家可能没有看到 就是因为林医师 他刚刚除了表演 距离锅子近 距离锅子远之外 他的下巴跟他的颈部 对对对对 这个这是我最常讲我的那个外甥 他的 因为他们滑手机的关系 看那个平板的关系 我说你好像北京猿人哦 他说侧面看整个头部 事实上是 是跟 对对对对 他跟他的颈部跟他的肩膀 不是垂直的 是这样突出的 是突出来的 对啊 对 这个就很严重 哦 这个这个是超级严重 尤其是啊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是下下一代 这个真的是影响超大 我举个一个实际的数字 嗯 我们一个人呢 我们正常 正常的一个坐姿 或是站姿 这脖子的角度呢 是是比如说量身高的动作 我们量身高会这样子对不对 会缩下巴 然后抬头挺胸 缩下巴 对然后再缩个小腹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颈椎 承受的力量的大概是六公斤左右 六公斤 六公斤 但是当我的下 我这样子好这样看 侧面看 对如果说看视频 可以看到林医师在做示范 如果我把脖子的往前进一寸 一寸哦 一寸而已 但那一寸2.5公分哦 我的脖子颈椎呢 会从六公斤变成九公斤的 的负担 然后如果再往前三寸 三寸不多 三寸是7.5公分哦 所以你要看个书不就是 对啊 我这样子好 这样子是正常的 看个手机对 好看个手机 等我这样子 下巴不自觉的这样子跑下来 往前 对 7.5公分三寸 嗯 就变成十九公斤 嗯 十九公斤是说你这颗头 这颗头 给你颈部的压力 给我颈椎的压力 是十九公斤 天哪 对 十九公斤哦 那你想想看我们一天 看书或滑手机的时间 有多长 真的 我们在桶车 在捷运上面看到 大家都是滑 不分男女老少 都是这样子在滑 都在滑 对 所以当一个脖子呢 十九公斤 正常的话是六公斤 但是三倍的压力加在我们的身上 一天八个小时 对 一个礼拜七天 然后一个月一年下来 对我看你这边有一个最最严重的 是头几乎头 额头整个都出来呢 整个的背也驼的 都驼的 形容起来 等于一个二十七公斤的小孩子 骑在这个人的肩膀上 对 我觉得好可怕 四岁的小孩就骑在你的肩膀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年轻或是我们的肌力啊 然后弹性都还好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感觉 嗯 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在临床嘛 我看很多的病人 对 我真的是因为这几年来看到 那真的是 这样颈椎病的人太多了 而且小孩子看诊的也多了吗 多了 我看过最年轻的 多小 脖子长骨刺 是小学六年级 就长骨刺啦 已经长骨刺 已经长骨刺啊 骨刺不是要花很多时间累积 才会长的吗 是 是 然后他是小学六年级 他来的时候就垂头上气的啊 然后讲什么 那爸爸在旁边一直念 一直念 然后他就这样垂头上气的 那我本来以为他只是筋膜疼痛而已 但是呢 因为他有一些手麻的现象 对 这小学六年级手麻 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嗯嗯 脖子 X光一照 就看到真的是长了 长了骨刺 真的啊 阿姨我到现在才手麻 所以那个小朋友是太早了 这真的是太早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以前 我们当学生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书 嗯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小孩子哦 这十年 十岁的小孩子好了 智慧型手机大概 已经十五年了吧 嗯嗯嗯 大概已经十五年了 他们出生的时候 他们是直接看着手机 就是啊 看到iPad 而且小孩子也没那么爱看书啊 坦白说 对 他们很爱看手机 就直接看手机啊 那以前 以前 这种智障型手机 还有一本的 那个说明书 对不对 嗯 现在智慧型手机 是根本不用说明书 嗯 半岁的小孩子 就直接开始会哄了 对对对 他非常直觉式的 对 所以每天这样子 这样子看看看看看 所以为什么会 这么小的年纪 就开始有这些骨刺啊 会追尖盘 这种颈椎病的现象 其实跟3C 尤其是跟智慧型手机 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嗯嗯 在这个临时这本书里面 还有一个图表啊 讲到跟年龄的增长的正相关 那个小六的 小学生真的是一个特例 但是特例也越来越多啦 但平均来看的话 到三十岁那一年 就会开始出现 颈椎的问题嘛 对不对 就是他出现第一期的症状了 那更不用说呢 就是总而言之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每五个人当中 就会有三个人 可能会有这个 不管是哪一种的颈椎病啊 好 那么休学人呢 再回来继续聊啊 你可能想说真的吗 有那么严重吗 呃 你想想看 如果你常常落枕的话 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征兆了 我们休学人马上回来 好 回到来生时 今天继续在现场邀请到的啊 这个奥运国家代表队的对异啊 还是复健科跟运动医学科的啊 这个林宋凯医师啊 来聊 他这本书叫做颈椎全书 呃告诉大家 就提醒大家说呢 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呃作息 咨识啊都呃都让我们 还有包括呃长寿 也都让我们的啊 这个颈椎呢 呃负荷越来越多啊 所以相关的颈椎病也越来越困扰人了啊 好所以呢 到底哪些是颈椎病啊 颈椎病的话呢 为什么会生成 我们大概大概讲了 就是基本上来说 嗯 现在真的是跟3C有关 对不对 对 就没有什么别的悬念了就是了 嗯 他就很直觉的相关 嗯嗯 好那 这个直觉相关 但3C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 我们大部分人现在不太爱动啊 对 然后 不太爱动的话 头就越来越重 为什么 因为肌肉的力量不够 所以呢 就这样子 平常走路的时候就这样子 坐着的时候就走 不自觉的 啊 脱了下巴 现在不是很浪漫吗 但是很浪漫 很幼于私村的感觉 哈哈哈哈 对 但是你会发现哦 你会发现 罗丹的那个雕塑也是 如果 我们从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 好 他会不会是颈椎病的患者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手常常拖着 不自觉的拖着 这个就有可能了 OK 另外呢 如果你听到身边的人说 哎 我常常绕枕 我又绕枕了 我又绕枕了 绕枕了 绕枕真的很不舒服 对 对 一次两次绕枕 就跟闪到腰一样 这难免会发生的 对 但是呢 如果你一年里面呢 你超过三次的绕枕 嗯 他就不是肌肉的问题了 嗯 好 有可能 我们会觉得说 绕枕是因为睡眠 睡姿不好的关系 其实不是 其实是 会怪枕头 说是枕头的关系 对 像我就换过枕头了 哈哈哈哈 好 绕枕呢 我自己的看法 嗯 我自己看到的 闹枕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嗯 一个原因呢 是跟我们睡前的 睡觉 睡早之前的那个知识有关 嗯 第二个是跟我们的颈椎有关 嗯 那我们先来看看睡觉之前 嗯 台湾 大家很多人习惯在卧室前面 哦 放电视 就放电视 好 或者是 对回到家很累了以后呢 就躺在沙发上 就这样子 或者是好了 看手机好了 就这样子 撑着 就这样看看看看 对对对 因为身体一样 拳着这样子 拳着这样子 对对对 那拳了以后呢 不知不觉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 头就侧着一边 嗯 这个侧着一边呢 除了肌肉 张力不对以外 还有血液循环 也受到了影响 嗯 所以当这个肌肉呢 这个血液 血液循环过不去的时候 他缺血了 嗯 然后又被拉扯了 嗯 那一整天晚上 一整个晚上下来 第二天他就会绕疹 嗯嗯嗯 好 这个是第一种 嗯 第二种如果是更频繁的发作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跟颈椎有关 嗯 而不是跟 跟枕头有关 嗯 所以如果我的病人呢 他我听到他一年呢 他有超过三次的绕疹 嗯 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 就是请他去操 去操X光 X光 嗯 我就讲得过啊 嗯 我就是 有一段时间很频繁落枕 忽然医生就叫我去照X光 嗯 但是我就不理他 那又过了两三年 又不只是落枕了 整个手都麻了 外外的去照 真的是 嗯 颈椎 就是 第五节跟第六节嘛 是 这是最常发生的 对不对 最常发生 的地方 对 你刚讲说 总共有七节 七节 那所以五六节是管哪里最多 五六节管的是 第五节管的是上背部跟肩膀的地方 嗯哼 第六节呢已经到下手臂的这个前面的地方 OK 好的 再再多的 再往后的话就是六七八这样子 哦 OK 所以你看这个连是这样比 所以你去看医生的话呢 呃 医生就会先问你说 你是 你的手麻是哪一部分麻 而且我说如果连手指都会麻 手掌对麻 还问我说 你是大拇指麻 还是小拇指麻 对 大拇指 有有有有 对对对 大拇指到十指的一半 这个是 硅调神经 这是第六节 对不对 嗯 然后呢 十指的一半到 中指到 到无名指的一半呢 这是第七节 第七节 然后第八节就是小指头的这个地方 小指头跟无名指的一半是第八节 颈椎 颈椎有七节 但是颈神经有到第八节 所以就 这样子 对所以后来他就说 哦那你这样应该是第五节第六节 那就叫我感觉就抓骗子 一抓我真的就是第五节第六节 是 但是一般最常发生的是第五节跟第六节 还是第七节跟第八节 六七 第六跟第七是最常见的 哦真的啊 五六是第二个 嗯五六是第二个 哦好那五六跟第六七 他回到我们的姿势 是 他是会对应到什么样的姿势是错误的 因此导致了五六或是六七 五六跟六七呢 五六五六大概在这个地方 六七在这里 那这个就回到我们头掉下去的程度是多少 哈哈哈 如果我这样子 掉的越多头低的越多的话呢 这个是在六七节的地方 哦 如果我头稍微有力气 上面一点点的话 趁一点点就是五六 就是五六的地方 哦代表 这样的啊那你说六七的更多 六七更多 那就一般人头掉的更厉害就是了 头掉的更厉害 这个哦这个我们可以 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也聊到一个是 一个是落枕嘛 对 另外一个是富贵包 对 好啦富贵包是什么呢 对 富贵包呢就是在我们的颈椎 第七节 我们看大妈们 好大妈身体圆圆的啊 连圆圆的啊 好这些大妈们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 有虎背熊腰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虎背熊腰 但是那种虎背熊腰 不是健身教练的虎背熊腰 是圆圆的滚滚滚的这样子 这样子的 说着的这样 对有 那很多人呢 在这个地方就很大的一坨 他就是第七节的颈椎 我们脖子本来要这样子的 对 他掉下去了 所以这个 这个转折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 第七节左右 对 我们的颈椎第七节 本来就是凸一点出来的 但是他凸了更多 再加上他平常的 可是我看过的 富贵包很大一包耶 旁边就是脂肪啊 骨头在里面 外面呢又贴着一层脂肪 那脂肪是突然间长出来的啊 慢慢来的 慢慢来的 那为什么他掉下来 就会长脂肪呢 OK 其实不是掉下来长脂肪 而是 他本来就有很多的脂肪 我们刚才讲说他的体型就是 就是就是这种 圆滚滚的虎背熊腰 虎背熊腰 然后呢因为他这里平常少动 然后头也是掉下去的 这样子的时候 所以那边的 他的脂肪其实不止在这里 还有包含在这些地方 包整个背对不对 对 对 肩背的部分 嗯 但是在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累积脂肪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会特别的突 对 是真的 所以就被叫做富贵包 很好命的 好命的 好命的 好 这有点反讽不是吗 嗯 他这样子会是富 是是喝名吗 搞不好他是 他不是 对对对对 忙着做家事吧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对不对 像大妈嘛 你说他 他能够有多喝名啊 还要去这个菜市场买这个买那个回家 还要煮这个煮那个 都忙着要命对不对 是是是 其实你看这个家庭主妇为家庭付出多少 好 所以如果说我们刚讲有常常绕着 然后甚至有富贵包 或者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水牛肩等等 虽然也都是跟颈椎有关 所以你要回过头去看 自己是不是太常在沙发里面窝着看看手机 看平板看电视 甚至在卧卧室躺着要睡觉前还要继续看 好我们休学了再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邀请到的林宋凯医师 他是奥运的国家代表队的队医 我们来聊有关于颈椎病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跟绕枕跟脖子附近的什么富贵包 水牛肩都还30岁比较靠近颈部 所以你比较可能容易去联想到说 我可能是颈部出了问题 或是肩颈肩颈 但再下去的话的问题可能真的有时候就不见了会这样联想到 但是为什么 所以几个比较常见的还包括了哪些 好我们再往下走好了 我们来讲50间 50间的发有50间的人 50间发现很多是6、70间 对对对 就不是50岁就发对不对 对6、70间 然后如果是70间的话呢 我讲一个以前的一个笑话 我那个领阳港院长 他7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是50间 他很开心吗 他很开心 我赚到了20年 哈哈哈哈 这真的是一个笑话 很像领阳港的个性 有时候很幽默 很幽默对 那50间呢 我们会就是手举不高 肩膀沾黏嘛对不对 后来呢我们觉得说 这可能是因为扫动的关系 所以产生的 但是如果那种很难治疗的50间 其实他跟颈椎第五节 有非常颈椎压迫有非常多的关系 我们一开始呢 以前我们在学生的时代呢 我们就治疗 治疗啊做运动啊 徒手治疗做运动 为什么有些人会好 有些人不会好 对 后来呢我们去照了X光 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是颈椎第五节管的 肩膀的地方是第五颈椎管的 后来发现原来这些治不好的50间 原来他的80%有第五节颈椎的压迫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只治疗这里 颈椎的压迫没有处理的话 他还是不会好 了解 所以50间的人我们可以把它记起来 就是他跟颈椎第五节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到我到后来呢 我只要看到我的病人 超过了半年50间治疗 不管他在哪里治疗都不会好 来了以后呢一定常态性的颈椎跟肩膀 两个要一起治疗 所以50间的话呢 就是跟颈椎第五节有关 那我们再往下走 网球走跟高尔夫球走 这个也很常见嘛对不对 这个也很常见 然后我们跟做就是家事有关 然后出力运动不良有关 但如果这个网球走跟高尔夫球走 他在半年以后也是要 半年甚至一年都没有治好的时候 我会提醒 我们可以造个也是光片 这里跟第六节的颈椎 第六节有关 接码第五节 手走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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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边还算往球走是外侧 那还可以第五节也有一点关系 然后那个高尔夫球走是内侧 我刚刚就问了一个是因为我是左手内侧 但问题我又不打小白球 对所以他就可能是跟其他跟颈椎 跟其他的姿势握颈椎有关 对第六节 而且他可以很明确的 真的啊 就是跟第六颈椎 所以我只照了右边 所以我应该再去照照左边 或许 好惨好吧 好再来 好再来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的话 到我们的手腕 晚睡到正后睡 大概在五十岁以后的女性 或者是怀孕的太太会非常的多 在晚睡到正后 为什么怀孕的太太 因为怀孕了以后 身体到后来会水肿啊 好水肿的时候神经 神经就更被 他如果有一些压迫的话 就被压迫的更明显了 好所以那个是怀孕的问题 这样子那应该很多地方都会被压迫啊 为什么只有手腕 所以手腕 手腕到处都有就是了 腕睡到是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 它是一个被局数的一个空间 所以当神经水肿 或者是旁边的 压迫性比较明显 对对对 他就直接压下去了 那晚睡到正后群的话呢 当然百分之八十是跟 是这个地方被压迫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当他治疗 用传统的治疗无效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看 是不是颈椎的问题 对我们在临床上呢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很专有的名词哦 叫做双重crush 就是双重打击的症候群 冲击的症候群 什么双重呢 就是看起来是手腕 以为是晚睡到症候群 其实是晚睡到症候群 跟颈椎这两个同时发生 所以叫做双重冲击的症候群 ok ok 所以也有你手腕本身的问题 是 也有你颈椎出现的问题 也有颈椎的问题 但是他因为他发生的都是手腕 所以就 如果没有仔细找的话 就只治疗一个 那另外一个没治疗到 还是一样 他的症状还是没有 不会很明显的好转 好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有关于手腕 所以手腕其实就 手腕就有很多原因了嘛 而且我们刚刚您手腕已经讲到 两个手指两个 就是两个指头 两个指头 还都不一样 对不对 总共还分三落 有三个 三节 对三节 那还有别的原因造成手腕吗 别的 有有有有有有 像糖尿病 周边神经病变 我们的手呢 我们手有齿神经跟饶神经 嗯 然后这个是 完隧道症的区 是正中神经 这个神经呢 是从颈椎上面下来的 如果是这个地方 颈神经被压迫 会熟吧 嗯 但是 周边神经 比如说在我们 完隧道症的区 是这里 然后有些人呢 我们叫做 蜜月症候群 还有蜜月症候群 什么叫做蜜月症候群 就是有人 早上睡 睡醒来以后 手就垂下去 就翘不起来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老婆 哦 枕在老公的 手臂上面 有需要到这个样子吗 哈哈 有有有有 年轻人 所以叫蜜月症候群嘛 就枕在这个地方 嗯嗯嗯 那这个地方 他头压在这里 就压在这个神经上面 压久了 压久了 然后缺血 神经过不去 然后手张起来 手就 嗯 就敲不起来了 嗯嗯嗯 所以这些叫做周边神经 周边神经的压迫 然后也可能会造成手麻 嗯 OK好 所以这个天然像滋事性的 对 嗯 有些可逆 有些不可逆 糖尿病 糖尿病 那再有颈椎的问题 颈椎的问题 重金属 重金属的中毒 也会让一些周边神经的麻痹 会变得很明显 哦 嗯 那个就更麻烦了 对 那就更麻烦了 嗯 OK OK 好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听起来 大部分的一些可能跟 颈椎有关的病 我们就都有特别提到了吗 嗯 这个还是谈到神经哦 嗯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还没有被好好谈到的 就是筋膜的疼痛 筋膜 筋膜疼痛 好举例哦 嗯 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 嗯 在这里就开始有分男女 男生跟女生 那这样子啊啊啊啊 男生的颈椎病呢 大部分呢 是筋膜的疼痛 他疼痛的位置呢 就在我们的脖子的后面 到这里 嗯 到这里 所以他们 他们会 男生会主要就是脖子很紧啊 很僵硬啊 嗯 这个是颈椎 颈椎男生是这样子的 嗯哼 筋膜型的疼痛 嗯 女生的话呢 女生的筋膜也呢 不是女生的话 比较常出现是交感神经型的 交感神经型 嗯 就我们常听到的交感神经失调 对对 那交感神经失调 有很多原因 交感神经自律神经嘛 对对对 自律神经 自律神经失调 那自律神经我会觉得啊 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因为呼吸不顺啊 然后身体的压力啊 这些都对 但是有一个 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因为我们的交感神经 或自律神经呢 是走在我们的颈椎上面的 哦 它会从我们的头下来 从颈椎到胸椎 一直到尾椎 嗯哼 交感神经脸是一整条的 嗯哼 所以当我们的颈椎的 排列不对的时候 嗯 那么敏感的自律神经 或交感神经 它连在上面 它其实会错乱了 哦 但是颈椎是因 交感神经是果 可以这么说 OK 我以为是交感神经 因为交感神经 现代人交感神经 出问题的 或是说有点 问乱好像更多 超多的 所以如果它反过来 会影响到颈椎 那就那就是 是不是就更严重了 嗯它不会影响到颈椎 对但颈椎会影响 颈椎有问题的话呢 它会影响到交感神经 嗯哼 然后我们在 在你如果说去看神经内科啊 对 或者是看精神科 可能就会吃很多 安定交感神经的 的药物 嗯哼 就让副交感起来 嗯哼 所以我可以安定下来 但是为什么发现吃药 吃药效果不好 嗯 有很多如果那种 治疗效果不好的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脊椎 在结构上面 它其实也有问题 嗯哼 并不是只是压力来的哦 嗯结构本身 如果没有被调整好 嗯 那交感神经 的问题 还是很难被处理 我举例来说 就 很多人喉咙会卡卡的 嗯 女生 尤其是女生 然后走 就是这样子 好像有个异物感 那去看耳鼻友科 怎么看都没有问题 原来是交感神经 失调的关系 嗯哼 头晕 噢 噢 噢心 心记 嗯 头晕的话是在颈椎的地方 颈椎第二第三节的地方 如果是胸椎的排列不好的话 在胸椎的地方 那会影响的是心脏 所以 心记 噢就是那种 噢心律不整的 嗯这些症状 或者是胸 胸椎那个胸闷的感觉 嗯 会影响呼吸 嗯好 这些都 可能跟我们的脊椎 尤其是颈椎 有很大的关系 哇 我们的脊椎 真的是影响太多了 而且 坦然讲也有道理 要从 从上贯穿到至少 你基本上上脂 嗯 整个躯干 都是会 会跟着这个颈椎 有点相关嘛 所以呢原来 男女还有别 我跟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 邀请到的运动医学 还有复健科的医师啊 这个林宋凯医师来谈 我们所谓的颈椎病啊 那这个颈椎病的话 大概大家都应该有些了解了 而且了解的同时才知道说啊 原来那么多的征兆 跟那么多的一些 我们感受到的不舒服 没有松懷 事实上呢 都跟颈椎有关系啊 但是在一开始 你哪里知道啊 而且我觉得 有些还算明显 有些搞不好不明显 所以呢 他就会有一个很很很很 很无奈的一个流浪史 像我自己就是啊 从手麻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的 这样子 大家要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就 到底什么 看中医啦 看整脊啦 看复健科啦 看骨科啦 看什么运动医学等等等等 还是神经内科 有人说 你感到神经病变 然后就去看神经内科 所以总之呢 你就要 在不同的科别当中 流浪来流浪去 搞的真的是非常的 嗯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 真的很 很无奈 然后呢 你也很困扰 很沮丧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幸好就是说 也没有到说 严重到 有些人是真的严重到 他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 就是已经痛到很不舒服的 那我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 就我们 如果你有任何上面 我们刚提到的一些症状的话 你到底应该看哪一科 然后进行什么样的治疗 嗯 嗯 好 这真的是 病人到后面看病 看病如果会好 那你就算了 就是 看病不会好 到后面会很沮丧 嗯 而且看谁 对 对 看谁 好 那我觉得啊 从我们 从我们刚刚谈因果嘛 就是手腕痛就看手腕跟相关 跟手腕相关的 手肘痛就看手肘相关的 神经手麻就看神经科 我觉得这些都OK 嗯 都OK 因为 百分之八十五 以上的 的 身体的问题 这样子看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 这样治疗都OK 那我要特别提是说 如果我们在 求医 求医找寻医师的过程里面 你开始出现这种沮丧的感觉 嗯 那这种沮丧的感觉 已经 你做的是尤其是那种 做了很多的检查 嗯 啊检查是正常 嗯 我就是没爽快 嗯 对不对 那然后检查了呢 我做了检查很正常 医生开给我一堆药 嗯 药我也乖乖吃了 嗯 吃了也没好 嗯 不吃也没有比较不好 嗯 就是有吃药跟没吃药 好像没差 很多 这样的人很多 对啊对啊 而且坦白讲 我觉得吃 而且为什么要吃药 如果说是跟颈椎有关 或者 吃药有办法改善吗 症状治疗 放松 放松 是什么肌肉松弛剂之类的 肌肉止痛剂 或者是神经 荷力塔米啊 对不对 V群啊 这种真的有用吗 嗯 我其实是一个 我是一个不倡导吃药的 我还没有碰过医生药 吃药的 所以有吃药就是了 ok 也有吃药嘛 好就症状 大部分的药物呢 其实是抑制性的药 嗯 所谓的抑制性 哦你痛了 我就止痛 我就把你打掉 嗯 你发炎了 好我就抗发炎 就把你打掉 是 你发炎的很厉害 我就用肋固醇把你打垮 嗯 这种抑制性的药物 这是西方的医疗 是 一个 一个 一个理论逻辑 他没有错 但是当他 发生了 然后你还没有好的时候 代表我们身体 他很直觉的哦 我们身体不想要这个东西 嗯 那我们就可以回来去看看说 有哪些 就根源在哪里 根源在哪里去看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好 那我碰到医生 基本上都还算好 没有一直叫我吃药 但他们都叫我去做复健 是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不止你刚刚讲到吃药没有用 复健也没有用啊 对 复健也没有用 复健没有用是一个最困扰的事情 而且又很好 什么热疗 蜡疗 红外线 什么 那是什么波 电疗 电疗 那拉脖子 拉什么 拉腰拉什么 都 都拉了呀 我就觉得 当然啊医生都可以说 因为你做不够久 不够多 但是我觉得前前后后 也一两年了 只是一两年里面 医生都说一个礼拜要去个 三次 三次喔 好吧 那我一个礼拜去一次 但我去个一次 但我去个一次 也这样子 算是持续了有快一年左右 真的啊 我也觉得 就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用就是好 所以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 到底复健复健多久才会有用啊 我是复健科医师啊 对啊 如果复健没有效 我必须说复健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嗯 他很花时间 有那个医生每次看到我都说 辛苦了 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要跑 你要要花时间去做这些治疗 如果神经已经被压破了 手麻 掌骨刺 或者椎间盘突出 颈椎的牵引很重要 嗯 为什么呢 我们想像喔 如果我是 这个是一条神经 嗯哼 我这个是一个椎间盘 或是骨刺 我压在这个上面 嗯 他神经被影响到了 他就会麻 那 拉脖子是一个往上的力 嗯 就好像把这个压破的东西 把它给剪 拉起来 嗯 虽然不能把它拿走 嗯 但是至少可以减压 嗯 很多治疗是 如果我压力变轻了 这个压迫 这个压力变轻了 对 我的症状就会改善 但是照这个说法 你去拉他的时候 他离开了 但是你一不拉他 比方说我自然附近回家 他不就掉回来了 所以很重要啊 掉回来 没错 掉回来 为什么会掉回来呢 两种情形 嗯哼 一个是我们的身体的惯性 嗯 惯性把它给拉回来了 嗯哼 那个惯性呢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知识 有很大的关系 不好的知识有关系 第二个为什么 那我拉了以后 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不能维持在这里呢 为什么会掉回来呢 因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不够 嗯 肌肉的力量 我没有办法给我 帮我拉起来 嗯 就好像我们好 不要说说做 说复健好了 我们去做推拿 嗯 我们去做按摩 躺的时候很舒服 两个小时 非常甚至可以睡着 好 起来了又舒服了 但可能半个小时以后 又痛起来了 嗯 为什么因为身体的惯性 把我们拉回去 嗯嗯 嗯 所以呢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 就是 别人帮我们帮你做的 嗯 它不会留在你的身上 嗯 自己做的才会留在自己身上 嗯 那我们自己做的 如果以颈椎病来讲 两件事情 嗯 一个就是姿势 姿势 姿势 姿势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下巴收起来 有这么重要 超级重要 就是这样的 嗯 它很重要 但是它其实也很简单 嗯 那我以前呢 说啊收下巴收下巴 大家可能不知道 怎么收下巴 或者是收下巴 就会低头 但我后来发现呢 其实 看宪兵就知道了 对 现在有宪兵吗 有有有有 那现在还有宪兵 就只要问我看一下 对对对 ok 好 那宪兵或许不能看 那我们讲一个就是 我们在量身高 嗯嗯 ok 量身高 量身高总可以体会了 量身高我们在量的时候 站在 站在那个身高尺上面 我们都会想要 对 要让自己高一点 高一点高一点 高一点就是身体 就会有拉长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自然的下巴 就收下来 有时候可能会这样子 下巴稍微收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收下巴的姿势 真的吗 真的 ok 真的所以记得量身高的动作 嗯 量身高就可以让我们的脖子呢 颈椎 嗯 的这个刚刚讲的不好的姿势 对 量身高就可以解决这个 姿势的问题 好这第一个那你说有两个 第二个 要有力量 有力量 有力量 刚刚讲脱腮 就是因为没力嘛 所以就掉下去了 嗯嗯 好那我要把它有力量 我怎么样有力量 这一定要靠运动 运动可以练脖子哦 可以 这很简单 那我们把手放在 放在我们的后脑勺 嗯 好来 南轩啊 我们这样的后脑勺 好 然后呢我把 放在后脑勺 又头往后顶 往后顶 小巴收着哦 好 往后顶 手撑住 嗯 嗯 现在有没有觉得 哪里紧紧的 有在用力 哪里紧紧的啊 有没有觉得后 这里 紧跟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手背跟 跟肩膀连的地方 这样对吗 来 手背用肩膀 你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觉得用力在这里 嗯 代表你现在是用 手的力量想要去 撑住那个头 哦 ok 不是 那是应该哪里 那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 放在脖子的后面 脖子的后面 那这样好了 我再重新再讲一次 把注意力呢 放在手跟后脑勺 交界的地方 嗯哼 用力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个是后脑勺 一个是手 嗯 就这样用力 好这样用力 嗯 这个时候有没有感觉 要这个颈部有感觉就是了 对 如果你用对力气的话 会觉得就是在富贵包的这个地方 哦 这个部位是有在用力的 嗯 试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 我觉得还蛮累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好累 对对对 运动就是累嘛 但是就是 就是开 我常常会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 嗯 开车我们后面会有那个 那个椅 颈 颈头枕 颈头枕 然后我就 我在开车的时候 头就往后顶 往后顶 我身体在椅子上嘛 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椅子往后顶 嗯嗯嗯 可能塞车嘛 又想睡觉 你这样有道理 那开车朋友 现在就可以试着做了 而且你就不用上 我觉得手好痠 哈哈哈哈 因为你就有这个 蚁背的那个枕 帮你顶着 顶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头去压它 对就这样子压 我就在练习我的 脖子后面的肌肉 哦 当这些肌肉有力气的时候 是不是头就被撑起来了 是 没错 嗯 ok 好我们续续回到现场 好回到啊 蓝宣时GM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了这本书啊 这个颈椎全书的作者 这个林宋凯医师来谈 有关于呢 现代人的这个文明病 真的蛮困扰人的啊 那我们刚讲到在这个治疗 舒缓它的过程当中 有吃药的 有做复健的 有做运动的啊 那看起来的话呢 应该就是 依照每个人的状况 跟医生的建议嘛 这个循序渐进也好 那各自的做选择也好 但最终有一个就是 包括我看这个 林医师的书里面啊 我自己也比较倾向于 就是说 呃 开刀或是一些 比较轻入式的疗法 现在也很流行 那种什么注射 对不对 注射跟开刀 我们现在一点点时间 我们听听看 这个林医师怎么说 好 注射的话呢 是这几年来一个很风行的 一个治疗的方法 很贵 很贵 但是很有效 真的吗 很有效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 我们还没有走到开刀的地步 然后我又没有时间做复健 嗯 我打对的东西 比如打葡萄糖水 或者是打PRP 我可以增强我的脊椎的韧带 它是有效的 这样子 那不是一段时间就会 呃 是 就是 就会回来 对对对对 就被吸收 然后就就就就 对所以我们知识还是要调整 OK 就算是代表怎么样 它至少已经是一个很直接 来稳定我们脊椎力量的 增加稳定力量的一个好的方法 好 但我要问的问题是 它不是一个夜劳永逸式的 对不对 它是一段时间都要注射一次 一段时间都要注射一次 对不对 如果是的 是这样 多久要注射一次 看看症状 看看人 最少的少的话呢 就是 多好的话呢 两三年打一次 嗯 那一般的话 可能半年到一年 可能要再打一次 嗯 至于说要打什么针 要花多少钱 这个可以跟医生 好好的去做讨论 嗯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手术啊 嗯 那我想 讲一件事情是 手术 能不开尽量不要开 嗯 但是该开的时候一定要开 怎么样叫该开 好该开的时候呢 当我们 手已经开始有无力了 你治疗半年 你手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嗯 大小便失调了 很多人 会到这样子吗 会会会会 尤其颈椎啊颈椎 OK 手脚开始没力 手脚没力大概 所以还以为影响到脚没力 会 我以为是腰椎才会影响到脚没力 没没没 颈椎 所以颈椎受伤会四肢弹化 嗯 OK 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你平衡不好 常常容易跌倒的时候 嗯嗯 那个其实就是代表脊髓 脊髓神经已经被压破了 嗯 在这种情形的时候呢 就是要开刀 嗯 你不开刀只是拖 OK 只是会让你更加 以后更躺在床上而已 所以 为什么说该开的时候不要 一定要开 嗯 因为我看到好多病人 就一直闪一直闪一直闪 闪到后面 本来开两节的 到后来要开五节 真的是很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所以就当你开始觉得无力 攀软 经常跌倒 类似像这样子 不明原因的跌倒 走路会偏一边 小便 小便 本来好好的 但是大小便 开始怪怪 不顺 不顺喔 还不到实境喔 实境很严重 开始不顺的时候 这些都很有可能是严重的颈椎便 这样子 OK好 那如果当然有这样的状况发现的话 其实你比较要去确认它 就是去照X光嘛 对不对 甚至照核磁共振 嗯 OK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 第一步你应该先去看哪一科医师啊 可以先看复健科运动医学科的医师 OK 先从 保守治疗的医生开始看 嗯 OK 好 非常谢谢林宋凯医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谈 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年龄才越来越低的文明病 好 谢谢林医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